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沛恩主持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 今天的欢喜自在直播室里面 有我杨沛恩 和我们很恭敬地欢迎 我们的妙目法师师父阿弥陀佛 Betty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非常熟悉 我们妙目法师 就是我们多伦多佛江山 这个社交组的主任 和我经常有密切的联络 因为我们读书会 也是辅导法师 师父也都在整个 我们道场上的事务 我们当时离开多伦多的时间 师父都要劳驾你 关心上上下下的事情 师父辛苦你了 因为事情都是要做的 还有大家听到 师父可能那些声音 今天有点蒙蒙的 师父希望你保重 因为我这个感冒 真的一段时间 你知不知道我们录音室 说我有录音过问症 本来也很好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录音之前 那个鼻水 眼上一直不停 好像现在你看到我的样子 你就知道 我相信 其实今天也开始有点过敏的感觉 不知道是否春天来 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今天的节目里 这边我们计划和听众朋友 介绍下来的星期日 就是4月30日 我们当天会 全天候非常忙碌 有三件大件事 我们要举办 第一件当然是 慶祝佛陀 圣诞的育佛法会 师父我们讲一下 这个详程 就是说 几点开始 内容 我们会包括些什么 例如初次来这个育佛法会 他们要注意些什么 好吗 下个星期日 是星期日 4月30日 我们10点钟 有个育佛法会 之后有个归衣典礼 然后到下午2点钟 有 佛光宝宝祝福礼 非常之期待 因为我们以前 都曾经 举办过这个佛光宝宝祝福礼 非常之好玩 小朋友 爬到拖空地 也都是 我知道这次 又有巧妙的安排 令到我们所有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 都有他们玩的一些范畴 或者说有很开心的主持人来举办 那我们首先讲一下 第一个 这个我们慶祝的这个育佛法会 那就是说 上午10点钟开始 那当中就是 我刚才说 譬如第一次来这个育佛法会 他们来到的意义是什么呢 师傅 其实我们知道 佛陀诞生的日子 是在农历四月初八 今年是国历五月三日 那天是V-day 我相信大家都要上班 或者上学 没有机会参与活动 所以你也知道 在国外道场 遇到佛教的圣诞 我们都会提早 或者在一个星期日 周末 这样举行 今次我们提早到四月三十日举行 你记不记得 我们的法宝节 是十二月第一个星期举行 因为因应当地的一种生活形态 还有考虑到天气等等方面 四月三十日的育佛法会 我们知道是纪念佛陀诞生的日子 所以第一次来参加育佛的话 你听到育佛育就是沐浴的育 其实我们是藉着这个外在的一种形式 Betty 也有参加育佛法会 每年都参加育佛法会 我们会用一个长长的水壳 就会在佛陀的肩膀那里 然后淋三次 所以我们欲佛的时候 是借在外在的一个仪式 其实是使去我们内心的 一种贪亲疾的一些烦恼 而达到身心的一种清静 当然你欲佛的时候 应该要保持有一个恭敬心 一个虔誠的心 一个感恩的心 当然佛陀的诞生 对我们众生来说 是带给无限的希望 和真是一度的光明 同时你在欲佛的时候 亦都可以发源 如我自己 我便会圆断一切恶愿生 一切善 一切善 一切众生 亦都有些人 比如说 希望父母身体健康 平安 或者世界和平 子女 生活得快乐 每一个人的愿都不一样 但是在欲佛的时候 我们一样 可以同时发大愿 嗯 没错了 很感谢师傅提示了我们 在欲佛的时候 不是真的来玩那一瓶水 撥在小佛陀的像上 这么简单 其实心里面 就要传有恭敬心 还有我们有一个欲佛的方法 可以一直在心中黏住 来欲佛 是的 因为我们到时要佛的小太子像 就是色特多太子的小太子像 是的 就在肩膀上淋下去 就没有在头上淋下去 其实很多人就说 究竟要三次 还是一次 是的 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好像没有淋到三次 就好像觉得有些遗憾 其实不管是三次 或者一次 保持那个心最重要 是的 保持一个恭敬 虔誠 感恩 还有我们时机 亦都可以发一个大圆的心 嗯 还有顺便在这里提一提 因为 如果是很多人排队 这样去欲佛的话 都不容许我们每人有三瓶水 其实我们都是要照顾一下 前前后后的大家信徒 都有机会来到 在短促的时间里面 大家都有机会欲佛 所以大家记得听师傅说 就是说 不要介意 或者不要在意 哎呀 我只得休学 不知道是否我的愿 没有办法达到 不可能这样想的 所以就是说 一路自己 心里面全恭敬心 还有就是 自己就是 想好 我们要发个什么愿 最好你这个愿 就是说 智利又利他 这样是最好的 是的 你想想我们 我们在愿佛的时候 这个清净的法水 只要我们说 佛陀有八万四千个法门 只要有一法 能够对视我们的毛病 就是最上的法 是的 我知道 就是在这里 慶祝佛陀 圣诞业佛法会 之同时 我们也当日 会举办 龟衣三宝典礼 好了 这个龟衣三宝 我知道 一定要事前报名 是吗 是的 因为事前报名 因为我们要取一个法名 事前报名之后 我们主持 便会逐一亲自 为大家取一个法名 因为还要写个龟衣症 没错 所以事前报名是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你真的 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因缘 因为以往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说 那些人当日 不知道有龟衣典礼 现在说了 希望大家都知道 但也会有人不知道 他主要的目的 就是来欲佛法会 怎知道听到有龟衣 他们又想龟衣 那行不行呢 当然是可以 因为曾经有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女众 来参加我们的法会 法会完之后 原来是龟衣 他也不清楚什么是龟衣 他又跟着人家整个仪式 他出来的时候说 我要龟衣 我们当然问他 你有田报名 他说没有 但因为我参加了法会 听到我们主持的开示 所以他就决定 龟衣出来 补田报名表 当然龟衣症 就要稍后给他 稍后我们再通知他 所以我觉得 这个案件 我是很记得 这是一个因缘 对 就是把握这个机会 是的 我也认为很感动 当时那位师姐 完全不知道有龟衣仪式 不过 亦被师傅的开示感动了 当然 我们说方便大家公聚 最好事前 首先我们在佛光山寺 和佛光园那边 都有表格 可以给大家 预先填好 那些资料 亦都希望 你可以及时 可以请到一件海青 来到龟衣 那个场面更加丧严 以及你的心情也更加丧严 是的 你想想在余佛法会 就参加这个龟衣典礼 余佛法会是几年佛陀诞生的日子 是的 那你龟衣典礼 就是正式成为佛教徒 踏上学佛的第一步 你说是否应该要把握呢 是的 正式成为佛弟子 我们全部都可以 正式成为佛弟子 跟随学佛陀的说法 这样就是这个龟衣仪式 其实说到这里 师傅 我也有朋友 因为我们就叫做龟衣了好几年 但是有些朋友就说 行了 我都很相信佛教的理念 我也平时没有什么做坏事 那为什么一定要龟衣呢 师傅 其实龟衣三部 就是我们龟衣佛法真三部 当然佛宝 法宝和真部 有它的一个功德 有它的一个威力 能够可以摄动我们 我们走向一个自善自美的境界 当然最终我们跟随佛堂的一种学习 能够达到究竟一种解脱 当然很多人说 我还好人 就可以了 我又不会伤天害理 那我为什么要龟衣呢 就等于你一个学生 你永远就不注册的 那你始终都不是一个学校的学生 如果你成为一个学校的学生 你才可以按步骤班 有次序 有一个步骤 如何去学习 所以你说 我又不会害人 也不会伤害人 我都更好事 其实这是你的标准 是你自己的一把情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认为是好的 但对于变人来说 你这样可能是伤害到变人 但不是的 我没有伤害到变人 所以这是你自己的一种衡量的标准 如果我们正式成为一个佛教徒 之后 我们是佛教徒跟我们讲的一些真理 一些教法 我们可以按步骤班 一步一步一步去学习 真的 如果你真正跟着佛法来学习 做人 我相信你的生活会更加自在 以及你的人缘会更好 这是我绝对相信的 当然 当时我个人来说 我当时不太注重形式的人 所以我都徘徊 游移了很多很多年 认识了佛光山差不多十年 我才进入龟烟这种情绪 当时我还和师傅 有些少认识 我也是相信 我现在也是在做佛教徒 应该在做的事 我相信就行了 我相信就行了 这个仪式我不是很注重 当时师傅也是 好像刚才妙巫师傅 你刚才这样说 就是说 你入大学 你是想做旁听生 还是想做正式的设计 或者是设计的学生 如果不是 你只好似在大学的班房的窗口 扶着窗口 望入别人上课 你不是正式上课 而到最终 你亦都没有办法 拿到这个通行证 所以我觉得 归医的仪式 是绝对需要的 所以每个人归医的 一种动机 原因都不一样 刚才你说 徘徊了十年 浪费了 我自己归医 其实是不知道情况之下 因为去参加八关斋戒 我当时连八关斋戒 是什么都不知道 归医就更加不知道 去到 原来这样就归医了 我想这样表示 师傅的福德因缘 比我高很多 因为当时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 竟然菩萨将你大人 成为佛教徒 好了 我们现在让师傅休息一会 休息回来 我们重点放在 佛光宝宝祝福礼上 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很有趣的活动 大家不要走开 发信归医佛法僧 慈悲加倍信心生 时时奉行八正道 远离繁忧福慧增 多伦多佛光山 将于四月三十日 星期天早上十点 举行御佛法会 及归医三宝典礼 集着三宝功德加持 庄严身心 解脱一切忧悲苦恼 出离生死苦海 欢迎有心成为正式佛教徒的朋友 报名参加 详情请洽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浏览网站 www.fgs.ca 在佛教徒普天同庆的佛诞节 祈求佛陀慈悲庇佑 佛光宝宝 平安健康幸福快乐 欢迎家长为六岁以下的婴幼儿报名 接受多伦多佛光山主持 永固法师的祝福 并诚邀请亲友届时 立临观礼 查询或登记 请电多伦多佛光山联系电话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上网查询 www.fgs.ca www.fgs.ca 星期日早上十点开始举行 庆祝佛陀圣诞预佛法会 由住持永固法师带领大众 虔诚诵经祈福 即由庄严清净之预佛仪式 洗涤身心静化心灵 当天万锦佛光源 以及Finch地铁站 都备有巴士接送服务 欢迎来电登记 详情请致电 905-814-0465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浏览网站www.fgs.ca 欢迎听众朋友 再次回来我们今天的欢喜自在 我们有妙母法师师傅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师傅 我们刚才上半场说得很开心的 就是4月30日 在多伦多佛光山 有慶祝佛陀圣诞的欲佛法会 接着我们在法会当中 亦都会有龟衣三宝的典礼 我们鼓励大家 事前要报名来到龟衣三宝 接着我们在下午2点至4点 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 就是叫做佛光宝宝祝福礼 师傅我们虽然以前已经举办过 这个宝宝祝福礼 可否在这里为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活动的朋友 介绍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佛光宝宝祝福礼 其实佛光宝宝祝福礼 应该大概三年之前举办过 所以今年是第二次的 为什么会举办呢 特别是因为我们今年是多伦多佛光山 建展二十周年 所以在四月三十日 有余佛法会 然后有一个龟衣三宝典礼 再下一个佛光宝宝祝福礼 佛光宝宝祝福礼 其实在佛教来说 就是一种叫做 佛光宝宝的意思 伦就是奇伦的伦 奇伦的意思就是 一个小楼子是天生非常聪明 聪明 非常结出 优秀 我相信每一个父母 希望他的小朋友 都能够这样 所以透过这个祝福礼的仪式 就是得到佛菩萨的一种加持 令到小朋友可以健康快乐成长 哦 原来玉伦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 我们这个光宝宝 来到接受祝福 有没有年龄限制的呢 我们在表格上 就说是由零岁到六岁 但如果你的小朋友超过六岁 主持人非常慈悲 因为我们已经剩三年无举版 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 都是读小学 大约十岁 或十一岁 都可以报名参加 总之小学阶段 是的 好像有很多两兄妹 两姊妹 妹妹是四岁 姐姐七岁 怎样呢 所以我们鼓励她们 都可以一起报名参加 保保当然有父母陪着 为什么公公婆婆婆死人 可否一起来參观呢 对 哦 当然是可以 因为在报名表格上 utlich之前 你们需要观资的人数有多少 我们也创算 好像一家三代 都要一起来观资 很开心的事 我们也说了 现在一个小朋友 但有六個大人照顧 所以可能一個小朋友會有六個慣例的人 例如一歲以下的小寶寶 可能還要坐那些受推車 我們也會特別劃分有一區是讓他們停車的 嬰兒車也要有一個停車 對 也要有一個停車 我又想知道那些小朋友不認識 父母抱著 來到那兩個小時 除了祝福的儀式之外 有沒有什麼東西給他們玩呢 其實他們在報道後 會參加祝福禮的儀式 由我們主持 然後跟他們撒製 然後一個儀式就完成了 之後我們會有 根據不同的年齡組別 我們會有一些趣味性的遊戲 例如一歲以下的小寶寶 有些七個月八個月開始懂得爬 所以他們有一個爬爬樂的遊戲 當然不能爬得太長的距離 一段短短的距離 然後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們叫做抓粥 抓粥 就看他們選擇什麼 我們可能會有一個蘋果 或者筆 計算機 甚至我們有想到 也可以看小朋友的地線 會是我們到場哪一組的耳共 所以可能會有一個小朋友玩的獲產 是我們的典座 或者是我們比較小的木魚 可能會是我們的香燈 甚至是給他一尺念珠 他小朋友 當然這個是傳統的抓粥 至於他所拿到什麼 我們真的要想一下 可以設計一下 很有趣味 我都非常期待來到觀禮 大家或者和大家介紹一下 據我所了解 這個所謂的渣州這個玩意 就是以前民間傳統已經流傳一個習俗 就是說 等小朋友懂得爬的時候 那些長輩就會坐在那裡 讓那些小朋友爬爬爬爬爬過來 桌面上就放了很多東西 有文武官員那些用品 譬如說有些文房四寶 有些刀刀劍 有書 看他小朋友很有趣 他很自然 他也沒有執著於想要什麼 總之順手拿到什麼 這個長輩就說 這個將來是武官 或者這個是文官 拿到什麼 就表示他將來的發展在哪方面 剛剛師傅提到一個非常好的建議 就是我們不同的組別 不同的義工組別 可以讓這個小寶寶爬過來 看他抓到什麼 都很有趣味性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想到這個 其實這個想法 其實妙羊法師想出來 為什麼 因為有一天 我們書的一個恩師姐 她帶了她的外孫女 我們就給她捲念珠 以及給她另外的東西 她一直捉著那個念珠不放 我們就說給其他的 我們從這裡 因為她的外公外婆 還有她媽媽 其實她媽媽以前是我們的佛青 她的外公外婆 都是這裡的義工 我們突然間靈驚一蹤 妙羊法師姐 其實可以看看她們 是到場我們哪個義工組別 抓到什麼 嘩 很有趣味性 到時候 你有小寶寶就馬上來 如果你沒有小寶寶 都歡迎你來觀禮 是的 我想到時候的情景 你可以想像得到 非常有趣 是的 我可以想像 所有的遊戲 我想在佛江山的五官堂舉辦 對不對 我們考慮到場地 做完一個祝福禮之後 要怎樣整理場地 佈置 需要一點時間 原則上會在五官堂 我們現在主持人 去了西雷之間的水陸法會 還未回來 下星期 我們會再跟主持人商量 有一個指示 最後決定 總之大家來參加就可以 是的 OK 零歲開始 一歲之內 有爬爬的遊戲 如果大小小的小朋友 有什麼給他玩 其實到一歲到三歲 或三歲到六歲的話 其實我們是側重於親子的活動 因為現在 父母和小朋友的一種互動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對他們的成長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佛江山的遊戲的時候 我們也得到中文學校的 我們的教務主任 長青奴師 因為他在這方面 教育小朋友 非常有經驗 所以我們也有佛江山 跟其他中文老師也有這樣想 至於整個活動的進行方式 細節的東西的話 我們現在還在構思 總之你來參加就可以了 保持神秘 我們相信 既然報名 現在我們公開的年紀 是由零歲到六歲 但是剛才師傅 給了一個方便法門 如果小朋友還在小學年紀 因為有時候很難說 一家人 弟妹可以祝福 我呢 所以 皆大歡喜 你也帶他來 一方面觀禮 另一方面也順道 也一起祝福 現在說起 既然我們剛才了解了這個意義 其實 寶寶來 給我們佛江山的法師祝福 當中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師傅 其實也有人打電話來問 如果我們不是佛教舉行的儀式 如果不是佛教徒 我相信任何一個父母 只要他的孩子 小朋友 能夠得到祝福的話 一種的加持 一種的保護 一種的庇護 我想他一定會願意去參加 所以就算你不是佛教徒 或者你沒有佛教信仰 甚至你沒有宗教信仰 或者其他的宗教信仰 都是歡迎參加 是的 始終我們給一些大德 來做一個祝福的過程 你都會覺得小朋友有加持 還有我記得小時候 我經常都聽到 有些小朋友 契了給觀音大使 觀音菩薩 有些契了給佛陀 我想這些都是有那種意義 其實長輩來說 都是希望下一代 接受到祝福禮 我們講一下 我們4月30日開始 有獄佛法會之後 我們可以到處獄佛 聽說我們在萬錦佛光園 和Waterloo的佛光園 都有設立獄佛池 就是給普羅大眾 方便他們來獄佛 是的 因為4月30日 如果我們真的沒有時間 來到我們道場 也可以去我們的萬錦佛光園 就是從5月1號到5月6號 都可以去到我們的萬錦佛光園 我們都有佈置一個獄佛庭 亦都可以去參加獄佛 Waterloo那邊 就是從5月2號到5月6號 OK 大家留意這段日子 是5月第一個星期 總之你去到萬錦佛光園 和Waterloo的佛光園 你都有機會 當然最希望你 都是4月30日 親臨我們多倫多佛光園 來到親自參與這個獄佛法會 甚至如果你還沒有歸醫 就可以當日做歸醫典禮 然後你有寶寶的話 帶寶寶來接受祝福 真的完美 還有如果你喜歡 繼續想獄佛的 你天天都可以在5月1個星期 1號至6號或者2號至6號 可以去我們不同的佛光園 再繼續在法院和獄佛 希望大家珍惜一年一度的獄佛法會 亦都把握這個機會 做一個佛弟子的貴意三寶儀式 我們非常感謝妙佛法師 今天這麼詳細的介紹 多謝大家 多謝師傅 想重溫今天的節目 可以上網 去查詢剛剛的活動內容 或者佛光山佛光會的活動 也可以打電話來 905-814-0465 我們再次多謝師傅 我們更加多謝聽眾朋友收聽 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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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感謝如是我聞佛光文教音樂提供 拜託 拜託 對 我 說 你們 一定要 你 找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